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燕陵之战是楚国和晋国最后一次的主力会战 那么 问题来了 对于晋国和楚国之间的最后一次巅峰对决 殊胜殊败呢? 一首先 根据事迹 春秋等史料的记载 燕陵之战是公元前575年 周显王11年 晋国和楚国为争夺中原霸主地位 在燕陵地区结合南省燕陵县一带发生的战争 在燕陵之战之前 郑国是晋国的盟国 不过 在楚共亡的努力下 郑国背叛晋国与楚国结盟 更为关键的是 郑国还行兵攻打晋国的盟国宋国 在得到郑国背叛自己的消息后 晋国准备派遣大军讨伐郑国 并且要求魏国 齐国 陆国等出兵相助 公元前575年 晋国派遣四军来进攻郑国 其中 中军将园书 中军左侍线 上军将细袭 上军左巡演 下军将韩绝 下军左巡演 下军将韩绝 下军左巡演留守国内 新军将细抽 新军左细纸 二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 较大的诸侯国 一般只能维持三军的建制 不过 中王室地位下降后 晋国通过设立新军的方式 扑破了三军的限制 由此 在燕明之战中 晋国可谓派遣了全部的主力来出战 对此 郑国自然非常害怕 于是向楚国求救 为了迎战禁军 楚共王以司马子反 另引子重 又引子格统领三军 迅速北上援救郑国 加上郑国的军队 楚军在规模上 也和禁军旗鼓相当 不过 对于禁军来 说 拥有熟悉楚军内部情况的苗奔皇 苗奔皇是若苗氏之族 楚国令引斗交斗越交之子 三在燕明之战中 尽力攻踩了苗奔皇的建议 由中军将 左各律精锐一步加强左右两翼 首先击破楚军中薄弱的左 右军 然后 楚共王出兵进攻晋国的中军 不过遭到了禁军的顽强抵抗 在混战中 晋国将领为其用建设商楚共王的眼睛 迫使楚中军后退 为及支援两翼 在此基础上 燕明之战中 晋国服务了楚王子公子法 楚共王也被射下一只眼睛 正将堂狗 为保护正成功外逃而战死 禁军胜利进占楚军营地 使用楚军留下的粮食 在那里修正三天后凯旋回师 由此 对于晋国来说 无疑取得了一场大胜 而楚国则惨败而归 四最后 总的来说 对于春秋中期爆发的燕明之战 是晋楚争霸战争中继成仆之战 必至战后第三次 也是两国最后一次主力军队的会战 在燕明之战后 虽然晋国和楚国依然有交锋 不过 已经不是主力军队上的会战了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燕明之战标志着 楚国对中原的争夺走向颓势 促使晋国恢复了在中原地区的霸业 但是 就晋国来说 对于正国 宋国 魏国 鲁国 齐国等中原 连诸侯国的控制和影响力都在减弱 在晋国和楚国实力都相对下滑的背景下 吴国和粤国相继崛起 并在春秋后期称霸中原 文情怀历史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情怀历史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